你们感受到了吗 这阵扑面而来的热风 夏天是彻底来了 夏天好热 但总有些美食是属于夏天的 冰镇的西瓜 可口的荔枝 和香滑的雪糕 还有今天给你们分享的这份酸酸甜甜的腺子酱 盐巴可以洗去杏子表皮的脏东西 但如果你追求细腻的口感 那就狠心地削掉果皮吧 接着再去掉果盒 白砂糖是杏子酱的关键调味品 我们在盆底撒上一层白砂糖 然后铺上一层杏子果肉 一层白砂糖 一层果肉 交替叠加 两者能融合得更均匀 别忘了几点柠檬汁 让口感更有层次 接下来我们把密封好的果肉送进冰箱 静静地等待 两个小时后开始熬煮果肉 熬煮的方式可以让果肉多余的水分都蒸发掉 等到果肉变得粘稠了 说明我们的杏子酱就大功告成了 杏子酱可以直接涂在面包上 或者沾着饼干吃 也可以直接兑水 加冰块 那就成了杏子气泡水了 非常解暑 杏子富含有脊酸 可以增进食欲 同时也可以润肺定喘 生经解渴 是夏日里的健康饮品哦 我是姚嫂嫂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麻烦给我点个赞哦